嗨,我是屎芝 今天我們又回來玩這可愛的喵咪鬥惡龍了 是啊 上一集了,我們總是想說 唉,好啦,終於來結個主線好了 才發現後面原來已經算是最後的任務了 所以我在想 嗯,我們好像在其他的陸地上 還有很多的之間任務沒有解 還有個重點 就是我們金鑰匙還沒拿到 很多金寶箱都不能解 我覺得這樣不行啊 總之都還是先把我們的主線任務暫時擱置子吧 沒關係,事後再來好好解吧 因為感覺好像已經是最後最後的任務了 不把其他的任務解完 我覺得心中的那個砍過不去啊 沒錯 總之我們今天是踏在我們的喵咪島上 我們之前都是解狗狗島上的任務 我覺得今天是時候來看看 我們的喵咪島上有什麼樣的任務了 OK,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來,開始我們的遊戲咯 是啊 上一集我就睡在了貓貓國的這個地方 對啊 看到有任務不解好像不行啊 我的那個心中癢癢的感覺 嗯 沒錯,過不去 來,這邊還有一個直線任務 我雖然不知道幾等的 好像六十幾等嗎? 六十五等 來,接個 你們這些戰士想幫忙嗎? 我們的一個士兵失蹤了 請你幫我們找到他啊 哎呀,沒什麼問題啦 尋找貓恩大兵 OK 所以失蹤的那個士兵其實叫做貓恩大兵 他在執行任務的期間失蹤了 我會標出他最後已知的坐標 戰士本把喵恩平安的帶回來啊 OK 是說 哎,你要問在另外一個國家做任務哦 哦 這麼遠這麼遠 來來來 解個 你們在尋找大兵是嗎? 我們知道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需要私下聊聊 來到追隨者的洞窟找我吧 哦 在這上面就是了 OK,這個洞窟我也是解完了 嗯 原來這些都是主主主主線任務啊 來 我們要去哪兒找你呢 追隨者洞窟這裡 可疑的士兵 噗 來這裡 好 來,我來了 過去啦 雖然有一點點距離 但是我來了 好,我來了 哎 哎 剛剛不是沒有那麼多怪物嗎? 啊怎麼怪物都出現了 啊 是難不倒我了 好啦 這樣總算是都解完了 呃 以防 等一下有更多士兵來 我先把我經驗值吃一吃 你們近距離看更讓人敬畏啊 我 我是想說 請們不要逮捕大兵啊 嗯 怎麼了 我之前在波馬哈海灘被逮捕了 但是大兵幫助了我逃脫啊 貓上尉 想要懲罰他 所以他逃到了這裡啊 嘿 他是個好人啊 嗯 你是說你會幫助他們嗎? 感謝上帝啊 在外面等著我們 好的 總之就是再跑去外面就對了嘛 OK OK 雖然有點浪費時間 但是這個任務我接啦 OK 來 我叫魯費爾斯 為表善意 來這個拿去吧 耶 狗士兵的頭盔拿到了 哎 不錯 我會帶你找到大兵的 我只需要嗅一下他的留下來的氣味 我馬上回來 再來找我們啊 OK YES 好 我們就繼續接下去吧 67人了 嘿 你們想要幫助大兵對嗎? 現在和他見面是最安全的 OK 最終貓恩大兵 來 好的汪 大兵應該在等著我們 來 跟著我 跟上啊 好的 跟著你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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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這兒啊 嘿 等我把大兵叫出來 你在這兒等一會兒 嗯 好的 天啊 裡面是空的 其中一個巡邏兵 肯定先找到了大兵啊 欸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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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我修到了終極 真不會是狗狗呢 跟隨留下來的終極吧 呃 好的 終極 欸上面這個洞窟是還沒有解嗎 我看看那個洞窟要怎麼解 嗯哼 欸是鎖著的 所以是沒有辦法進去欸 可惜了 ا呦 好多人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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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跟狗狗 喔你們兩個是來幫我的嗎 讓你嚇一跳了吧 欸 我 我在這兒 rzeczywiście 嘻zza 哎呦 我直接跟市民開打 是不會 有事了啊 快 來,補個鞋,然後敲! 結束啦!你就這樣逃跑! 喵!嘿,這兒啊! 我才不管你了,我先吃我的經驗值! 喵! 哦,所以你們就是魯菲爾斯提及的! 感謝你們的幫助啊!來,這裡! 貓士兵的護甲,變得更厲害了! 我知道尚未認為我是叛徒,但我不是啊! 魯菲爾斯看起來很害怕! 所以我,我,我,我不得不做點什麼啊! 是的,毛! 總之,稍後在那個隱藏地等著我吧! 好的,沒有問題啦! 耶!任務速速的就這樣完成了!來,繼續! 70等!很好,你們回來了! 我需要你們幫我偽造我的死亡! 嗯? 偽造貓恩大兵的死亡! 如果尚未認為我已經死的話,我便可以重新開始! 來吧!把我的頭盔展示給他看吧! 告訴他,我已經去了喵咪天國了! 把大兵的頭盔交給我了! OK! 他們將進行教練活動,以宣布我的正式死亡! 在那之後,我便可以安全地回來了! OK!總之,要來偽造這個任務就對了! OK!OK! 是……沒什麼難度啦! 嗯,沒錯! 對我來說,是沒什麼難度啦! 啊……啊……啊…… 幸好我有水上行走,就不用在那邊跨國! 嗯…… 我們把大兵的頭盔交給了上尾! 哎呀……沒有辦法!可惜啊! 那……那個叛徒! 咳咳咳! 那個大兵已經死了吧! 哎呀……我知道了! 但是我們會進行教練活動之前! 我們必須為我們的貓恩報仇! 我會先攻擊那些雜種狗! 哎呀…… 我們為了雜種狗,收集了臭雞蛋! 幫我把那些臭雞蛋拿過來吧! 欸……呵呵! 這……這……要幫忙嗎? 但是那些氣味引來的怪物! 所以你們最好趕快行動! 呃……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就是 哇嗚!哇嗚!哇嗚! 最好的方式就是 直接把那個炸彈直接就近引爆 是最好的選擇吧! 哇哇哇哇哇哇! 一次出現這麼多的怪物真的是蠻難纏的! OK! 總之是……解決了! 哇! 我拿起了被吃掉一半的臭雞蛋! 這……其實是個好結局啊! 至少…… 呃……兩邊……都不會……重傷! 我把吃掉一半的臭雞蛋給了上尾! 這……這什麼! 那些怪物吃了臭雞蛋! 天啊!那些臭雞蛋不能用了! 糟糕!我剛收到情報! 那些雜種狗會進行攻擊! 戰士們! 偵查他們的行動,並毀滅他們的攻擊手段啊! 呃……好吧! 我也覺得只能被迫去……解他們這邊的…… 背影! 欸? 那些貓! 永遠不會想到我們為他準備了水蛋! 王爺! 而且我們已經將他們聚集在營地的東南邊緣了! 欸…… 注意!我們隨時都有可能被監挺! 所以我們保持警惕! 啊哼! 已經……聽到了啦! 找到東南邊的水蛋! 欸…… 東南邊啊! 東南邊! 在……在哪兒咧? 這裡嗎? 可是這裡面! 我……能進去嗎? 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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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進不去啊! 這地方怎麼進去啊! 是說如果我這樣硬進來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完全無法預料! 完全無法想像! 哇!這裡什麼都沒有啊! 哇!哇! 哇! 我在幹嘛啊! 藍色洞窟我先解個好了! 哎呀…… 我完全不知道我自己在幹嘛啊! 我想說那裡面說不定會藏了些什麼東西的! 哇! 總之我就先這樣子好好來補個血吧! 啊! 耶! OK! 寶箱解開了! 當然是先拿小寶箱,再拿大寶箱呢! 嗯嗯嗯嗯! 來補個血! 哦!痛! 藍法師的背心! 來! 開囉! 遊俠的背心! 洞窟已解完! 沒有錯啦! 沒錯! 我們的洞窟能解的盡量解一解!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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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我覺得有點傷心就是了! 居然剛剛的那個地方! 為什麼什麼都沒有啊! 我不能理解! 我看看啊! 他說在東南地方! 東南! 東南! 哪裡有炸彈啊! 哪裡有水彈啊! 東南! 找到狗兵營! 東南的水彈! 狗兵營! 哦!是從狗兵營! 我以為是貓兵營欸! 哦!找到了找到了! 來! 我們拆解了水彈! 哦耶! 我們回去了! 啊!沒有沒有沒有法力啊! 來!我們回來了! 嗯! 你們做到了嗎! 來!做得很好啊! 戰士們!這個拿去吧! 冒險者之間變得更加的強大了! 來!現在是僵持的狀態! 我們稍後去舉辦大兵吊念的活動啊! 又受騙了!戰士們! 呃…又受騙的意思是什麼? 總之就是你們只要舉辦吊念儀式嘛! 來!繼續! 戰士們!我們需要確認! 告訴我們你們是在哪裡找到大兵的頭盔的! 呃…好好好好! 我要確認她的死亡之前是不會有大兵的吊念活動的! 她在狗國!是嗎? 那麼我標記的地方在那邊等著我吧! 呃…糟糕啊! 什麼!我! 害怕誰! 哈哈哈哈! 我只需要一秒鐘! 你們這些戰士先走吧! 什麼! 你真的只要一秒鐘嗎? 我覺得你只是在那邊放一隻模組而已吧! 嗯…來!我來了! 嘘!這裡!大夥們! 我們想要了解一下一切進展如何啊! 所以我要先去這個地方! 還是先…喔!先找你們啊! 來來來來來來! 什麼!你說…上尉要來這裡! 什麼!被上尉發現了! 大兵!你仍然活著! 是時候為你的背叛付出代價了! 你們在吵什麼呢?不要鬆氣啊! 嗯? 貓入侵了! 呃…我們會毀掉你全部的! 喔!不!不要! 應該由…由我來懲罰他! 那麼…我們來看看誰更厲害! 先擊敗他們吧!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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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是要攻擊他們怎麼是來攻擊我啊? 這樣是不是以為哪裡不對啊? 兩個都不對啊!真的是! 而且你們兩隻都…都沒辦法走到水上! 呵!火該吧! 非常謝謝你們啊! 我們有了這個! 我們現在可以重新開始我們的生活了! 非常感謝你們的幫助啊! 敬禮! 狗士兵的劍! 保持星星和強大! 嗯… 總而言之,任務完成96等了! 欸… 這樣子這個任務也不錯了! 也解完了! 來我們繼續往上走! 把一些能解的任務再解一解! 一個不知不覺又走來了… 狗狗王國啦! 嗯… 嗯… 是說我還記得我們之前在這… 這裡… 這裡是什麼洞窟? 這邊狼洞穴也是沒有辦法開啟的! 欸… 我記得在這個上面啦! 在這裡的上面還有一個… 仙人掌洞窟 我想我的仙人掌洞窟應該可以了吧! 過量迷宮! 對對對對對! 還有這個迷宮還沒解! 來!今天就吃個! 來!進去囉! 過量迷宮! 總之就是… 很多… 圈圈圈圈圈圈圈… 之類的嘛! 另外一隻有沒有幫忙打的意思啊! 看似沒有吶! 那只好我自己一個人處理啦! OK! 這邊打得到嗎? 好像打不到欸! 打不到! 那…等一下再打! 快了!快結束了!快結束了! OK! 他為什麼叫過量迷宮呢? 是該不會他沒有傳送陣吧! 然後該不會我們這樣子打完以後… 然後我們還要自己想辦法回來? 媽! 那這條路真的是有點長! 真的是有點麻煩的迷宮欸! 還沒體會到… 他的惡趣味! 嗯… 總之是… 打完了! 唉唷!不錯不錯! 有啦!有啦! 我看到傳送陣了! 所以其實也沒有說多惡意嘛! 還好還好! 看來應該也是… 輕輕鬆鬆啦! OK! 然後這邊有個寶箱! 開個寶箱! Yes! 飛鴻的頭盔! 哇嗚! 覺得還蠻好看的! 來!補個血! 吃個經驗值! 吃個錢幣! 哎唷!怎麼少吃一個? 吃個錢幣! 加一塊錢一塊錢! 雖然有點可惜,就…就吃個吧! OK! 偵察兵的護甲! 好的! 有沒有! 洞窟已完成! 有了! 出去嘍! 其實也還好啊! 沒有很難! 也沒有很麻煩! 好!我們繼續往上走! 我們的下一個目標! 就是我們的仙人掌洞窟了! 是的! 沒有錯! 唉唷!痛! 來來來來! 仙人掌洞窟這附近 是不是有個補血的點啊? 我先找個存檔點 存檔個吧! 不然到時候死掉 又要再跑一趟! 這也麻煩! 沒錯! 這邊應該有存檔點吧! 綠洲這裡有! 有有有有! 存個檔! 存好了! 來!我們挑戰我們一百等的洞窟的時間到了! 上次測試過 我覺得用我的那個 現在身上的這個法杖好像是蠻痛的! 所以總之來吧! 來喔!一百等的喔! 仙人掌洞窟喔! 三百多三百多 三百多五百多七百多 好像可以 有點痛! 然後他會一直補血 我覺得可以! 先補個血! 加油!加油! 血扣一半咯! 快死了!快死啦! 另外一隻快死啦! 在陸 JUST 我覺得可以耶! 有機會耶! 欸欸欸欸欸! 怎麽死了! 怎麽死了! 不是吧! 我覺得有機會耶 我看他的血已經被扣成這樣子了 有機會有機會 來來來 刺步一次 再去挑戰一次吧 有機會 來來來來 仙人掌洞窟 而且如果把怪物都引下來的話 然後我就可以直接從上面打了 對不對 先把這一隻打完 而且他一次加血加1300多 然後我打他一擊 然後總共是700多 而且我旁邊的小怪也是輕鬆就打贏了 有點痛 總之是一邊補血 然後一邊打 被打沒關係 總之就是盡量打就對了 來補個血 來繼續補血 繼續攻擊 補血攻擊 補血攻擊 這樣重複一定可以了 雖然被仙人掌攻擊到有點痛 但是可以 總覺得有點打不完的感覺 可以可以可以 一定可以 哇 怎麼覺得有種比剛剛還要慘的感覺啊 是錯覺嗎 呦 另外一隻補好了 來 我們從後面打 後面的怪物好像比較少耶 我就從後面攻擊吧 可以可以 我看中他的血越來越少了喔 而且 而且這邊 這邊是保護區嗎 怪物不會來這邊 欸 我找到了一個保護區 不錯不錯 好 來 從後面打 對不起 保護區錯了 沒有這個保護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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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實在有點打不到 糟糕 而且他又一直補血 可以喔 我覺得有 有機會 哇 而且這邊有那個 有 他又在補血了 可以可以可以 來來來 另外一隻起來了 來換人 繼續 快了快了 快把一百等打完了 可以可以可以 我機會 非常有機會 來來來來來來 結束 啊 太好了 這樣子就可以學魔法了嗎 王者的血妹 喚醒你體內的力量吧 得到了神位 呃 魔法也提升了 太好了 雖然我不知道很清楚 到底 到底怎麼樣 總之是打完了 還是 還是 我 我 有把所有的魔法打完 可是我沒有金鑰匙啊 欸 要怎麼樣拿到金鑰匙啦 我真的沒有辦法找金鑰匙 內 是說如果把這邊的怪物都打完的話 會不會有什麼獎勵啊 這邊的仙人掌 前面的小兵好像是會重生的 可是我不知道把大隻的打倒以後 還會不會重生 好像不會了耶 所以那隻仙人掌是 仙人掌母親之類的嗎 欸 有可能 有可能 欸 還是會重生啦 還是會重生啦 啊 那這個永遠打不完呢 仙人掌 之母 在此 回頭 啊 可是 要解完這個洞窟 還是需要把仙人掌打完 才能開金寶箱吧 蛤 就算我這次解完了 我還是沒有辦法拿到啊 還是說 我有辦法找到金鑰匙的 金鑰匙的位置 看看地圖 地圖 地圖有辦法顯示這個東西嗎 這裡有辦法顯示嗎 在哪裡 哪有幾寶箱 完全不知道啊 這邊有個寶箱啦 來 反正一步一步走嘛 這邊有寶箱就先拿吧 我覺得這海上總是會藏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說不定他會告訴我們寶箱的位置在哪裡呢 欸 也是說不定啦 之前就知道說 像在第一代 他的 金寶箱的位置就在最下面 欸 我是不是走超過了 還是其實還沒呢 喔 在下面而已 好的 像是之前的那個金鑰匙 就是很簡單就拿得到了 可是這一次的好像也真的沒有那麼容易拿到 欸 嗯 來 再繼續找找看 有沒有辦法直接從這邊找到呢 好像沒有這麼容易欸 他真的不像是第一代這麼容易解了 好可惜喔 我需要金鑰匙 金鑰匙在哪裡 金鑰匙你看 陸地上都一堆金寶 欸 好 我決定了 接下來來解這個洞窟 這洞窟上市沒有解完 對啊 之前一代的時候 然後那個金鑰匙其實很好解 而且他也只要一等就夠了 不像這一代完全找不到 欸 這是什麼 之前沒有辦法解的遺跡嗎 看一下 喔 這裡就是那個 沒有沒有那個地方 來找找看一下 你找到一張匆忙潦草的紙條喔 被埋伏 寶床被拿走 逃走 隱藏路徑 這隱藏路徑 該不會是這邊有什麼隱藏的路徑之類的嗎 還是是說 什麼 我覺得這個隱藏路徑很有那個喔 因為畢竟我所有的島上整個都繞片了 哪裡都找不到所謂的隱藏路徑 也就是說 其實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這個地方就有所謂的隱藏路徑 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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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有隱藏的路徑啊 在這裡嘛 來來來來來來 簡單輕鬆易解決 欸 這是什麼 我看到了些什麼 狗狗士兵 你...你怎麼在這 你沒事吧 我從士兵身上撿到了一張紙條 危險 獨自前往 應該 帶他走 可憐了 主廚背心 之前那個主廚帽也是一起的嘛 OK 總之我們就繼續走吧 我上次來到這個洞窟沒有意識到說這裡有那個 這裡有 這裡有 這裡有那個叫什麼 有隱藏的密道 OK 總之是解完了 開個寶箱 古代大師的身體 OK 地牢完成 來 出去嘍 這裡是哪裡 直接撇到這裡啊 那這樣我的這個洞窟就解完了嗎 YES 這樣子又解決了一個洞窟了 我記得我剛剛看到的那個洞窟是在這附近對不對 好像是欸 在哪裡 在哪裡 找到了 在這裡 這裡是什麼 孤獨洞穴嗎 哎呀 這就是那個 要金鑰匙的 哎呦 好煩喔 想要金鑰匙 卻找不到金鑰匙啊 這裡我都拿過了 來 再繼續努力找 探索地圖 總是會找到 喜特的 關卡的 我相信 一定能夠 找到的 像是這裡 像是這裡 這裡 一定在地圖的某一角 某一小角 它藏得很隱密 嗯 在哪裡 一定有 快出來 不要逃過我的視線啊 一定有 一定有 你在哪裡 像是這裡 這裡是什麼洞穴 寂寞洞穴 好啦 看來下一個洞穴就是朝著這邊走了 好 那還有哪裡呢 這邊還有個任務欸 哎呦對齁 然後某某島上還有很多的東西可以解 可以解 都沒有解 啊 阿哥有咧 欸 狗狗島上的任務好像都解得差不多了 只是他以後 這個是沒有辦法解開的 沒有辦法打開門的 所以就沒有辦法了 然後這個是真的一定要有金鑰匙才能開 所以可惜 阿哥有嗎 還有哪裡有 貌似是好像就沒有了耶 看我的目前 對啊這個動物是也要金鑰匙的 目前我好像除了要想辦法拿到金鑰匙以外 其實他就沒有辦法了耶 好可惜喔 對啊 像這條又不是什麼路我不知道啊 欸對 狗狗王國好像就解完了耶 我們接下來朝的貓貓貓貓貓王國的這個下去賣進吧 GOGO 我剛剛一次瞄到我的錢好像快要10萬了 我覺得我們其實開完所有的寶箱 我們的攻擊力就已經夠強大了 好像已經就不需要再去升級裝備還是什麼 不過魔法可能需要啦 對 好 我們接下來朝著我們的貓貓王國 在牆面有一個 什麼洞窟 寂寞洞窟 還是寂靜洞窟 還是孤單洞窟 還是什麼的 對就是那個洞窟 朝著那個洞窟邁進 對就是這個 嗯 要200等 我 不知道打不打得贏 上次好像打不贏 然後裡面又有一個 這一隻 哇 痛 哇 我身上的護盾一下就沒了 可是還是有扣到他的血 而且他是不會補血的 所以也還好 所以我身為魔法師 小心不要被他打死就可以了 很麻煩是他會一直黏著我 然後我只需要 努力加油一點其實就可以打得贏的 喔 他的那個火焰魔法還是有點痛 然後呢 我的這個近戰的這一個 就是盡量躲盡量逃 然後可以的話就幫魔法師補一補血 呦 這樣就補好了以後呢 再來一點一點消耗 魔法師就一邊補的血 只要看到他的那個補血的那一條 沒有再繼續動的時候 哇 有點糟糕 看他那條沒有再動的時候 就想辦法補血了 我覺得欸其實有機會耶 可是我要一次打完可能沒那麼容易 好好好好好好 先先先躲一個 躲完了以後呢 來這邊補個血 兩隻都補血 欸 另外一隻其實也要補血 不然等一下就是很容易就死了 好好好好 好 盡量來加油 小心他的火 他那個火球其實我只要有遠距離躲其實就還好 好嗎 不用害怕 不用畏懼 咕嚕洞穴就是如此的孤單寂寞 覺得 覺得麻煩 不過 感覺他的應該是可以拿到好 好道具 小心這個火 這個火只要一 一碰到就真的死翹翹了 小心小心 可以可以可以 目前血是滿的 只要他施魔法的時候呢 有沒有他就會有暫停的休息一下 那個時候就是我在打他的時候了 有沒有 他血已經扣到剩下一半左右了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喔 小心小心 我忘記差點沒看到那個火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200等的洞窟其實只要靠點技巧 還是可以通過的 有有有有 大概剩下三分之一左右了 我覺得我有打上手喔 目前還沒有被他攻擊到 完美 哎呦呦 不能不能講大話 我都覺得我的手快衝擊了 唉呦 唉呦 慢慢的可以了 200等的 不用100等我就可以打贏了 絕對可以可以 有機會有機會 小心 唉呦 哇哇哇哇哇哇 就差那麼一點點了 我覺得我沒辦法用近戰打 我還是要保守一點 喔 嗨 就差那麼一點點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打完 我今天一定要打完 不管啊 而且我剛剛沒有存檔啊 唉呦 煩喔 今天我一定要打完 絕對要打完 把那個洞窟解完以後 再結束我們吧 啊對啦 狗狗旺國這邊還有一個任務 我剛剛忘記了 但但但沒關係吧 呃 看個地圖 位置在 在在哪裡 在這 在這吧 對對對 在這裡 我們朝的寂寞洞窟 邁進吧 一定可以打得完的 哎呀 剛剛就差那麼一點點 差那麼一點點 太大意了 真的太大意了 而且他的 補血魔法只能一個人用 真的是好可惜喔 雖然他原本這邊 其實左右兩邊 還有另外一個寶箱 可是我那寶箱我都拿完了 好喔 先暖暖我的手 把我的手做點暖身運動 等一下要一直按啦 可以可以可以 好 來來來 小心他的火球 目前最痛的就是他的火球了 他的雷電還是什麼冰凍其實還好 很痛有沒有 所以那個就比較麻煩一點 然後接下來就是 不時他要準備使用魔法的時候 就是補他的血 一點一點補 然後他要使用魔法的時候 來 這裡補一點他的血 回復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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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過分喔 雖然在這地方吃魔法 好好好好好 好了 就這樣回復了 很好 我的另外一隻目前沒有被扣到血 好這邊補血 然後一邊施魔法 小心他的火魔法 然後補個血 然後攻擊 攻擊 攻擊 補血 攻攻擊 欸 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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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哩 很好 沒有被攻擊到 哇哦 完蛋啦 哇 我接下來不能失誤了耶 因為我的另外一隻血量不夠 我想說之前想說 就是可以用另外一隻的血 可以來默默的補充一下 就是來補一下血 這樣子有點血量是可以好好的打 不過接下來我就不太能失誤了 喔呦 失誤的機會減少了 糟糕 這樣的話我就必須要一次就直接解決了 可以啊 要失誤就好了嘛對不對 可是其實不太可能不失誤啊 要躲離他的魔法 哇 糟糕糟糕 就說不可能不失誤了嘛 這防護罩好像也是可以 可以稍微擋一點攻擊 失誤 哇咧 看來我覺得可能只能下一次再來好好的挑戰了吧 來我們先到我們那個地方 孤獨的洞穴 沒錯 先把孤獨的洞穴解一解 沒有錯啦 把孤獨的洞穴解完之後呢 就就就 欸不對啊 我記得我這邊好像還有一個直線任務對不對 來 狗狗王國的直線任務 我們先下一次來好好把狗狗王國的直線任務給解一解 然後解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挑戰我們的孤獨洞穴吧 沒有錯啦 沒有錯啦 喔呦 對啊 這幾集可能也就是要好好把我們所有 陸地上 所有的直線任務給找一找 沒有錯 花時間找一找 來把我們所有的直線任務 還有所有的洞窟全部解完 這樣就可以完成我們所有的直線任務 沒有錯啦 總而言之呢 我們下一次就是把我們狗狗王國的任務解完 然後盡量把我們所有土地上的任務通通解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挑戰我們最終的大魔王了 沒錯沒錯啦 OK 那總而言之呢 我們今天的遊戲就差不多暫時在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如果啊 喜歡我玩遊戲系列的影片的話 請右邊的下方按讚訂閱哦 當然啦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區來跟我小小的互動一下 我是小隻 我們下集妙蜜豆耳龍再見啦 Bye 是個小隻 的 Weird 對 醬